以身表法 普渡有缘 学佛的僧团是一个既有修行又有戒律的团体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团体 你面对众生的时候都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是一个修行人 你怎么样让人家感受到你是学佛人 从身形 言行 人家一看你的言行举止 就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师父前几天和他们出去到一个地方 只是简单和人家交流几句 对方就感觉到我们身上有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气场 实际上这就是身上的行为和言行 还有身上的气场所传出去的信号 人家一看 你们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同 感觉每个人都很安静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场 气场的好坏是取决于你的日常修行 你是一个定得住的人 那么你的气场一定是安静平和的 师父希望你们大家是一个有修行 有戒律又团结的僧团 僧团的团结利于佛法的宣扬和传承 师父同样在以身表法 今天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在跟着师父修行 你就要持戒 没有哪个人是特殊的 师父平等救度 师父慈悲每个佛友和弟子 他们在师父身边的弟子就做得非常好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人找师父 师父身边的助理都会告诉他们 发邮件 为什么让发邮件 因为师父是平等普度 师父面对的是你们所有听法音的佛友和弟子 师父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 师父是大家的 师父要平等普度所有的有缘众生 有多少人找不到师父 那些人怎么办 师父看到有些人发邮件 师父看到他从心中呐喊 求师父救救他 看到这样的邮件 师父会马上去帮助他 师父知道还有很多人需要师父 所以师父要让你们断掉人间思维 我在师父身边 我可以行方便 你行的是个人的方便 你没有行法门的方便 法门的方便是普度 要懂得一切普度都是建立在平等慈悲的上面 上个月师父听说 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妈妈 为了见师父 在一个地方等了几个小时 老妈妈当天还带着老伴 八十多岁推着老伴去见师父 那位老伯伯坐在轮椅上 那天他们是两个人一起在那里等师父 师父后来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心里非常的心疼 马上让他们安排第二天上午见面 哪怕是一个小时 师父也要安排和他们见上一面 因为师父当天下午是三点钟返程的机票 师父跟你们讲这些 就是让你们知道 师父是平等普度你们每一个人 师父很爱你们 普光功德山佛很心疼年龄大的老妈妈 老伯伯担心老妈妈老伯伯的修行 所以经常跟师父讲要慈爱每一位老妈妈 讲到这里 师父也很想念香港的一位老妈妈 快九十岁了 想想看这些老妈妈都非常的不容易 师父希望你们有些弟子 多以身形言行去表佛法 帮助师父照顾好身边年龄大的老妈妈 师父真的从心里感恩你们 前几天是师父接传法音 整整一年时间 其实师父接法音的时间 是2022年2月份 那个时候是佛言佛语 菩萨的寄语 师父那个时候不知道记录 不懂啊 后来是菩萨教师父记录下来 并让师父广而宣知 后来大悲普光功德山佛也盯住师父 把听到的开示记下来 让其他佛友听到 所以到三月份才有了 佛言佛语的文字开示记录 自师父传法音一年多 师父做到法音不断 法音频传 一年多的时间里 师父举办了第一场法音法会 师父又陆续开通了图腾电话 和问答热线 以及每周一为广大佛友解答来信 师父在用身形言行为众生表法 今天有佛友问到师父 肃正菩提的机缘 师父在问答里告诉他 心灵法门的佛子 有两次肃正菩提的缘分 第一次是大悲普光功德山佛 色身入涅槃的三个月时间 第二次肃正的机缘是登法船的前六个月 有些人他把握住了念佛号的机缘 有的人把握住了上法船的机缘 还有的人两次机缘都没有把握住 没有把握住的 后面还有没有肃正的机缘 师父告诉你们 有机缘 这个机缘就是听法音 法音肃正的机缘要通过 顿悟、见悟、开悟、正悟 如果这个机缘再错过 真的很难解脱 更不要讲超脱六道 想要再次通过佛法超脱 至少要经过几千节 那个时候你还能遇到佛法吗 那个时候你能保证你还在人道吗 师父今天只能稍微跟你们讲出来一点 所以师父也希望你们大家 无论在哪个国家 要懂得医治佛法、医治戒律 以身表法、合和僧团、团结一致 帮助观心菩萨、帮助师父救度 更多有缘众生